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让大家失望的是 这个早上确实也涨这么多了 不过怎么样 不过随即的怎么样 开始消烘 就一路的往下拉回 甚至到了十点半 还一度怎么样 跌落到盘下 从132点的涨幅 变成是下跌17点 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平盘附近 做一个游走 甚至在尾盘的时候 又一阵的一个卖压涌现之后 把今天的一个收盘 16601 是以今天的最低点做出 那当然 就目前来看 你说今天这个16601 好像差一点点 因为昨天的低点也是16601 不过 以小数点来看 昨天是16601.17 那今天是16601.25 所以你要严格讲起来 它是没有破昨天的一个低点 这是今天盘面 可以说是就技术面来讲 是唯一值得欣慰的一个地方了 不过 我也必须要这么说 以目前来讲 因为破了季线之后 对多方 它有一定的一个压力 因为即便我认为说 破了季线 季线还是往上走 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你要讲说 它整个中期的趋势已经偏空 还言之过 我们昨天也提到 季线目前所扣底的位置 是在5月 当时 昨天扣5月15 今天扣5月16 当然接下来就扣5月17 对不对 那基本上都是在15000多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在未来三个礼拜 都是扣底第一值税 季线会持续地往上走 既然季线会持续地往上走 你要讲说 已经翻成是一个中空的格局 这个逻辑上会有点怪 所以我认为 还是把它定位是一个 所谓的中坡段的一个修正 但是这个中坡段的修正 随着整个家群指数 破了季线之后 我想它修正的时间 相对也会拖得比较久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 从五日线 十日线 一直到月线 它已经慢慢地 呈现是一个发射状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散开来 那变成一散开来以后 就变成是一道又一道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 那下档 在季线跌破之后 现在唯一的 不能讲唯一了 就相对算是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 就是当然昨天的一个地点 1660 1.17 只剩不到一点了 那另外就是7月7号的一个 低点16593 其实这算起来也不到10点 所以真正比较具备有大支撑区的 可能要落在5月26号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当天大盘涨了213点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想这个可能这边会发 这个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道 不过往下 你看现在的一个收盘1660 1 如果说以当天的这个缺口的一个上缘的一个部分 在16457 基本上也将近有2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可能盘面还是会持续地进行所谓的一个震荡 但是盘面震荡 并不代表这个盘面就没有机会了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整个AI的一个股票 在弱势的一个所谓的联动之下 当然盘面像昨天 很多人都把这个AI的下跌 归咎于是怎么样 是大盘跌破季限的这样的一个主因 那你说昨天AI股大跌 这是事实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讲说 是因为AI的大跌破了这个季限 其实也不为过了 但是问题是我说过的 现在它并不是走一个所谓的中期空投的一个趋势 它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整理 那既然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 比如说过盘面 它就会轮动 那有一些股票涨多了 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就好比说现在大盘为什么要整理 一样涨多了 你看今年以来大盘涨多少了 对不对 它一定要整理一定要换手 就好比说筹码 我还要告诉各位现在整个融资增加的幅度实在太快了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势必要让整个盘面出现的一个拉回 要让融资去做一个减肥 那你知道昨天减了五十几亿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啊 你看这段时间大盘都已经 如果说连同昨天的一个拉回 你看高点在17463 昨天的一个低点来到166 也跌了六七百点 对没错 可是融资在跌六七百点的过程 融资只减五十亿 怎么会够 你前面还增加了 对没错 记不记得我说过 从高档下来 算到前天的话 你融资还增加二十二亿 你昨天减了五十几亿还增加 等于说你只减少二十八亿 可是大盘已经跌了多少 跌了将近五%了 对没错 你二十八亿你有减少五%吗 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可能在筹码的一个沉淀 跟所谓的一个换手 可能还需要再进行一段时间 所以大盘还会再来回这个震荡 那再来回震荡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说过盘面 那就是肋骨轮动 那肋骨轮动操作上面 最好你要去掌握的 就是我说过买点跟卖点 对不对 就好比说大家在讨论的 这个AI的一个股票 当然现在AI是像过街老鼠 大家喊打了 可是你看当大家昨天一窝蜂都看空的时候 今天有没有展给你看 有 你看今天AI三雄全部大展给你看 甚至于广达还将近涨了有七八八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在昨天 你把AI的股票全部卖光光 又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在这个昨天 你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你今天你马上就没在收 对不对 就如同说当时你看AI 我一直匪夷所思的是 AI我说这是一个大趋势 先前一路再找 盘面上一堆人告诉你有多好 有多好 有没有 当然我都认同 AI三雄也好 其他的AI相关 我认为这个大趋势 所以我也认为它未来都还有在大涨的空间 但是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买点非常重要 对不对 已经涨了五倍 涨了四倍 涨了三倍的一个股票 你这个时候去追 那个时候大家 你都在涨市上 每天都在创新高 每天都在创新高 市场趋势若鹉 大家好像我今天不买 我买乎 我面对又气气了 我说越是这样 你越要小心 没错 你看已经涨了五倍的股票 五点四倍 严格讲是五点四倍伪创 对不对 涨了五点四倍的股票 你这个时候去买 你跟人家低倒买的 你的成本高了五点四倍 你的成本高了 人家五点四倍 我说过你的风险 不也等人家高了 人家五点四倍吗 是的 那如果说你的风险 高了人家五点四倍 你说你的胜算 会比人家大吗 当然会比人家小 很多很多很多嘛 相对也让自己 暴露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风险嘛 所以我说 不是我看坏这些股票 而是这些股票 已经涨这么高了 纵使它在涨 当然我也认为 它会在涨 但是我说过 你只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已经涨了五点四倍的股票 这个位置 还要让它再涨一倍 等同怎么样 你从低档算起 它要涨几倍 要涨将近十一倍 我不敢讲不可能啦 OK 但是困难度 是不是相对就高很多了 你的风险 是不是相对 也就高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人多的地方 你就不要去嘛 你要买 你等拉回再买 不过很有趣的是 真正拉回的时候 反而这个时候 大家怎么样 开始落井 下市 对 这个什么泡沫 什么涨太多了 怎么样 到处都来 甚至于拉回 现在明明 就会开始留意 当然我说开始留意 不是代表 礼拜一挑进去买 你可以开始留意 它买点的时候 很多人反而告诉你 股票赶快卖一卖 这个趋势已经不对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想这个部分 人家怎么讲 我也就不再去说什么了 但是我还是这么一句老话 当大家都不要了 我反而认为这里是一个机会 所以当时我是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对 我说AI三雄拉回来 它反而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尤其当大家开始落井下石 大家开始在纷纷讲它有多烂 有多烂的时候 虚虚你反而要留意它的一个切入点 就好比说在AI三雄 我也帮各位做了一个剖析嘛 有没有说我们来超级比一比 到底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要优先观察哪一档股票 有没有 我们从涨幅去做比较 有 脱弹涨幅 这个伪创 涨了5.4倍 那这个广达涨了3.02倍 那另外 这个技嘉 涨了3.88倍 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涨幅来看的话 谁的位阶相对低 广达的位阶相对低 不仅广达的位阶相对低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面向来做比较 也就是AI的一个占比 当然这个AI的占比 它一直都会在调整 就好比说伪创嘛 它现在卖掉那么多的 这些手机的一个工厂 未来 它如果手机的比重下降了 相对AI就上升了 所以AI占比是会变的 但是如果说以目前来看 广达 占了50% 技嘉 占了40% 伪创 占了30% 所以如果说以AI占比 在AI上面的一个贡献度来看 似乎还是以广达怎么样 略升一成 那另外 如果再以单月的一个EPS来讲的话 当然 这个伪创 公布出来的 第一季 还赚了一块多了 也还算不错了 大概跟技嘉差不多了 不过 相较之下 人家 这个广达 一个月 六月单一个月份 人家就赚了一块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似乎还是以广达怎么样 略升一筹 所以如果说从这纯粹三个角度 它的涨幅 还有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AI的一个占比 加上一个EPS的获利 似乎广达怎么样 它就是有机会胜出 所以你看 今天 AI股全面强坦的过程里面 你说 有效有没有涨 有 大概涨3% 2%左右 技嘉有没有涨 有啊 因为毕竟 人家技嘉好歹 也是重新被列入到 整个大摩的成分股 所以它今天涨也是有道理 对不对 可是涨多少 涨2%3% 对不对 唯独广达怎么样 涨了6%7% 为什么 我就跟你讲过了嘛 答案就是比一比的嘛 超级比一比 超级比一比 哪些股票 它的位阶相对低 未来相对空间大 它就会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青睐 所以你看 广达今天胜出 不也是在我们的预期之中 不过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并不代表说 今天AI股 这几檔股票 开始出现了一个强谈 它未来就要直接在网上去公告 没那么快 我说过 整个筹码 因为包含了这些广达啦 技嘉啦 伪创 他们的一个筹码 就跟大牌一样 还是有必要 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沉淀 所以我说在此之前 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 AI我还是看好 可是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是什么 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是 先发明单 这些股票 其中有两档 对不对 其中两档里面的一档 我也告诉各位 这是最最优先的一个标的 好 那这一档标的 在近期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看 昨天 整个AI破底的过程里面 它怎么样 它几乎不动 它就在平盘附近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代表有人已经注意到它了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就要趁它还没有喷出之前 要懂得先布局 先卡位 好 所以有听众 接下来教育怎么样进场的布局 下个礼拜全新的 开始布局好股票 跟着老师进场呢 千万不要走开哦 马上回来下半段告诉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 罗米老师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析大盘 接下来呢 还是会有一些震荡了 所以说 听我们震荡的期间呢 个股表现了 要怎么样找到好的股票 跟着老师接下来呢 准备进场来布局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要怎么跟紧老师的脚步呢 不要忘记咯 老师有说了 我们在对的时间点 进场的布局好的股票 就能够赚波段好行情了 要用对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怎么样走在故事的前面 在大家还没有发现 这档股票的时候 这个时候老师就已经 带大家进场布局了 因为老师看好它 等到大家都来追逐的时候 我们已经赚到第一桶金了耶 再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规避掉短暂修正的风险 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而且可以把我们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 用对方法的方式 接下来呢 跟着老师准备来进场布局 哪一档好股票呢 不要忘记了 想要跟紧老师的脚步 每天锁定我们的频道 还有加入老师的LightIt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有任何重要的讯息 老师都会透过Light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老鼠RBH888 赶快加入就现在 489万人 198新闻台 我当初见 我们是股师罗宾海梅 这时间罗宾老师 跟飞皮下陪伴大家 到底接下来 该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 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待会接下来 一定要叫我老师LightIt 赶快加入 小老鼠RBH888 好听的歌曲 来自张国荣所带来 介绍好听的广东歌 北基的风 不击的风 不爱生根 我说我最害怕世梦 若为我痴心 便定会伤心 我永世过暂时情人 曾揚言不击的心 至爱找开心 快为过了远在独行 浪漫过一生 更历笑得真 掩饰空虚的心 你偏看透 内心俘虑 你以外将心中 恐惧收保 使这遍风 愿做你的俘虑 停住这风 来 长夜旁有大力 如今这歌落日 只想一生躺于你身 停住这风 长夜旁有 欢迎大家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菲萍 为您要请到我们的专家 小叔罗宾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到底要怎么样有全新的布局呢 赶快请你我们专家罗老师 我想我在过去 也跟各位讲过一个观念 我说投资 基本上跟农事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节奏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没错 就农夫来讲的话 对不对 春更下雨 秋收东长 对不对 对 那其实跟我们股市操作的 所谓的布局 买进 然后卖出 我想这是一个获利了结 我想这是一个一样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好那你说现在 行情处在这里 甚至于 我们刚才也讲了 你纯粹就技术面来看 对多方 它倒也有一定的一个压力 可是在这个时候 当市场都比较 偏向比较保守 悲观绝望的时候 其实我说过 它反而很多的机会就诞生了 就好比说AI 现在几乎 我说你大概也听不到什么AI的一个好话了 对 这个时候 当然今天反弹可能又另当别论了 可能会有些许的人 可是多数人一定还是会告诉你 这个AI有趋势不明确吗 对不对 你看连这个回答都跌了 对不对 那怎么样 根本要讲什么 也超微跌成那个样子 可是我说你要去 我说一直告诉各位 你在看东西 你要看一个全貌 对 你不能只以管亏天 你讲说这个美超微 最近跌成这样子 害整个AI股这样跌一跤 可是人家美超微前面涨多少 没错 是 跟AI股一样 你涨多了 你稍微整理一下 这有什么好不对的 没错 对不对 再怎么样 再会喷的股票 你也要让他喝杯水 喘口气 跟现在AI一样 反倒是现在没有人 在讲AI股的时候 我昨天也有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比方 跟告诉各位 我说现在没有错的 你看到季报 看到营收 好像都不好 很简单的 阿哈梅开始正式的出货 或者说他出货的量还很小 对 可是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我只问各位 例如说 广达也好 季家也好 他的接单 都已经接单明年去了 伪创也是 那接到明年去了 我请问各位 他要不要出货 他要出货 现在没出 并不代表以后不出 那慢慢的 随着时间 他会越出越多 那整个营收 就会上来了 那如果说 未来的营收会上来 你不趁了 现在没人要的时候 你还减便宜 难道你要等到 他新一波的涨势 又重新启动 然后又开始创新高 你这个时候 在跟大家一窝蜂的 再去做一个抢劲 那不是又犯了老毛病了吗 所以我说过 春更下云 秋收东长 未来有机会 让各位能够 秋收东长的股票 当然你现在就要 春更下云 而不是等到 你都不耕云 然后直接又去追高 我我想这绝对不是 股市里面成为赢家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道理 那不管怎么样 我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现在大家都看好AI 认为AI又是泡沫 又是趋势不变 又是趋势转空 趋势我倒认为拉回来 就是机会 只不过 AI三雄 我认为 它的买点 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确认 因为毕竟 虽然 我认为趋势都还是非常明确 不过筹码的部分 可能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 换手跟沉淀 在此之前 我说过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两档 对 先发名单 是 你看这两天 尤其像昨天 AI全部躺平的时候 这两档股票 是不是怎么样 很明显 它就是怎么样 被打下去 结果马上就拉起来 一打下去 马上就拉起来 为什么 有人看到它的价值 对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随时怎么样 只要AI股一回稳 它随时都会喷出去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你就要当然 要优先来做一个布局 那不管是这两档 先发名单也好 那不管是 这个AI三雄也好 你想要 能够精准的 掌握它的一个买点的 当然持续 收听我们那个节目以外 最重要的 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 股市罗宾和Liteat的 一个官方账号 我说过 有什么重大的讯息 有什么重大的一个买点 又或者有什么样 重大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 法人的进出 又或者资金的一个变动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在这个群组里面 跟大家做分享 包含每一股的一个变化 所以公寓善取市 必先立提器 还没有加入到 我们股市罗宾和Liteat的 一个官方账号的朋友 也欢迎各位 能够赶快加进来 那ID的部分 等一下费评 会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一天我们想把老师的讯息 24小时待在身边吗 不要忘记了 教老师的Liteat 怎么样加入呢 在广告当中 跟大家分享哦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 罗宾老师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目前这个盘式 还是会有震荡 所以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个股表现相当的重要了 所以邮天猫 到底接下来 要怎么样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 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不要忘记了 老师说用对 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而且在大家还没有发现 这档股票的时候 老师已经看好 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等大家来追逐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分担操作的方式 规避掉短暂修正的风险 可以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把主动权抓在我们的手上了 到底接下来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要怎么样来布局呢 不要忘记了 可以把老师的讯息24小时 带在身边 有任何重要的讯息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Lite 跟大家取得联络 来怎么样加入呢 把你手机打开 Lit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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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呢 老师就可以透过我们的Lite 把最重要的讯息 传达到您的手上了 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哦 小老鼠RBH888 赶快加入 就是现在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